吴宁闹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先开始带您关心台风的动态 康瑞台风逼近 那么花莲市公所这两天都在针对重点的路段 进行树木的修剪以及清沟的作业 那么市长魏嘉燕呼吁民众 台风天呢不要把车停在树下 那么在家门前的排水沟也要保持畅通 如果发现堵塞情形 可以向施工所来通报 就可以立即派遣人员前往来处理 因应台风可能带来的好大雨 施工所在台风来临前 针对辖区内重点区域进行清沟还有修术作业 农官客人员持续针对过高的路数进行修剪 行道处的修剪我们也是按照规定 那也是希望说尽量让他们瘦身一点 那不要承载太多雨量整个断根或是整个倒塌 那影响到我们不管是我们的行人或是我们的车子 那这边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 请大家一定要把台风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把车子 那开到不要是树下的这个部分 那尤其可能树会整个倒塌 那会压到你的爱车 除了农官客修术清洁队的清沟作业也不停歇 针对里长或民众通报的堵塞路段来进行清淤排除 一般的清沟的部分我们都有清那今天是特别的在巡视一遍 那有很怕很多的一个有一些做吃的那有一些油垢的部分 或是有一些塑胶袋那这边再次的还是要呼吁我们所有的店家 我们的一些油垢的这个部分 还有很多的民众会将我们的烟啊 还有一些檳榔袋都丢到我们水沟 请真的大家要爱护我们的环境 30号上午华联市开始有间歇性的雨势 市长为家业提醒民众一定要提高警觉 做好方态准备 借里会欢迎时报道